俗称澳门诈骗的线上欺诈案在马六甲州越来越猖獗 根据警方的统计 但是今年上半年 州内就发生了多达320宗相关骗案 总损失超过了440万令吉 案件综数也比去年同时期增加了16宗 对此甲州总警长拿督赛诺沙玛表明 警方将会平密走访乡区 展开省觉运动 避免经常被视为行骗目标的乡区居民 再次坠入陷阱 在诺沙玛今天在甲州警察总部出席警队活动后 公布警方的罪案统计报告 发现澳门诈骗案近年来有增长的趋势 他指出诈骗集团通常将目标锁定在乡区居民 设下借败投资还有网购种种名目的骗局 诱骗猎物上钩 在诺沙玛促请民众在使用社交媒体时保持警惕 提防可疑的讯息和广告 不要轻信华而不实的内容 另一方面在诺沙玛也透露 甲州警方同样在今年首半年 倒破了62个非法赌博中心 逮捕536人归案